領了六千元 一千八百億全民共享敲定每人領現金六千元 要怎麼領可能有三種方式 一種是採線上申請入帳 或者是到郵局領ATM 或者是到郵局林貴申請 讓民眾可以拿到這筆錢 發錢有經驗 傳出可能比照2021年 育額防疫津貼發放模式 但這次全民普發人數較多 行政院強調 目前還在討論發放的軟體系統 全民從小到老 能夠共享經濟成果 每人六千元 開村以後 就能給全民一個新村的祝福 什麼時候發 蘇仁昌一番話見端倪 因為行政院必須先將 索婚振興特別條例修法 將預算上限從八千四百億元再提高 立法院通過後再編列特別預算 最後送交立院審查 再加上發放作業前置時間 來不及農曆年前 但開村最快有機會 二月底二二八連假前 或三月初發放 至於不排富 全民普發 連新生兒都有 政院傾向領取時間內出生的嬰兒 都有資格領取 對於民眾的負擔來講 都會有減輕的一個效果 低收入戶每人七百五十塊 中低收入戶每人五百塊 和加花能夠每個月入賬 全民共享對於弱勢也加碼 其政院宣布 從去年三月開始發放的 中低收入戶補助將延續 加上六千元現金 低收入戶每人一年最多可領一萬五 中低收入戶可領一萬二 政府照顧弱勢 以讓經濟亮眼的果實 能夠真正全民共享 三點七五兩萬一 今天要過去的 有任何台幣